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边来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重磅消息 今天正棒大消息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 习近平下达最高指示 要求不得层层加码 动态清零是要坚持的 但是不准层层加码 要精准防控 如果中国想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到中级阶段的 官员的治理水平能力必须要提升 否则的话 对吧 就像现在乱哄哄的 乱腾一锅粥 每个地方治理水平参差不齐 但是总体看 南方是优于北方的 北方太夸张了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 因为一个人可以一个县城都疯掉 而且这人还可能还不是确诊 但是他就可以疯掉 非常极端 但南方呢 有些地方也不行 也很夸张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消息是非常重磅的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然后再对一些中国周边的一些新闻做一个分析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20条的措施 各省自治区之下市 及新疆生产军团对美国德宝套餐联防机制 国务院应对美国德宝套餐联防联控机制各成员单位 美国德宝套餐发生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我国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决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应时应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 积极应对全球多轮疫情流行的冲击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11月10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防控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我们简单的粗略来看一看 第一个 提高政治在位 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这个主要就是提到什么 就是精准防控 你要有政治站位 你要坚持动态清零 同样的 你要精准防控 对吧 所以我说过 这个国务院现在这个通知都是什么 对吧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呢 就是下一任的这个总理 把上海经验贡献出来 分享出来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知道你一定要做好流调 流调做好精准防控 你封就封一个小区 或者封这一个最再大再大也就半个街道 一个街道我都认为特别大 就这一片给它封掉 这一片就OK了 不得随意的去封 要精准防控 这个人从哪里来的 你在你的关卡上 首先你要调查清楚 这个防住了 OK 人员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这个不能掉以轻心的 这个就是在锻炼 这个官员的这个治理水平 所以我说过 中间管理路是这一次最大的失误 中央 对吧 水平非常高 也知道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基层 对吧 虽然说是最基层 但是它要面向社会去工作 在实践中得出了经验 而正一级 乡镇一级的县一级 市一级的厅处级干部 基本上给人感觉好像没啥用 就是乘上启下的能力几乎都没有 没有什么乘上启下的能力 下面他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 基层能源死尽的用 对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其实政府有些权利是放给了什么 物业 现在你知道吧 有些这个这种保安 物业都跟盖世太保一样 就像你的监狱长 很牛逼 一个都很牛逼 对人权随意践踏人权 这个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的 你是执法人员就执法人员 你执法人员你也不能够随意的践踏人权 这个是会引起人们的不满的 你以疫情防控之名 夹带私货 对吧 公报私仇 打起报复 这个是绝对是 绝对是不可以有的 我们的国家不可能说变成 现在跟清朝一样 我们不可能像古代的封建社会一样的吧 我们必须要达到现代文明的一个水平 提升自己 提升每个人的道德标准 对不对 你防控是防控 你不是在这个地方 你不是在监狱里面看犯人 就算是监狱里面的犯人 我们原来在监狱里面看犯人 看这个看众所里面的犯人干嘛的 那都是不允许随意殴打的 怎么可能呢 对吧 你可以暗示 或者说你 你这个怎么样 有些可能说怎么样的 他 就是说 犯人跟犯人之间的斗 当然但是你作为这个管理者 你是不可以什么什么 随意对别人进行动粗的 这是绝对严令禁止的 再说了 你这只是一个防控 防控的目的是什么 防控的目的是 要战胜病毒 而不是说你在这个地方 他妈的随意的使用这种权利 关键是 一种权利的傲慢 对吧 你像郑州的那一个 我错过了我女儿的陈灵礼了 你女儿陈灵礼最大 那我这还有亲戚挂了 还有这很多人 家里人家族挂了最后一面 都见不着了 那最后算什么呢 是不是 刚才我扣清了 你搞得好什么 我说过 现在 就说疫情呢 中国是防控没问题的 只是说今年的三月份 上海进末以后 是很紧的了 全国都是很紧的 在三月份之前 脱水熟悉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老兵 2021年 2020年也都经常出去玩 经常出去办事 那个时候没有这么严格的 但是以那样的一种强度 即使是那样的一种强度 是可以防得住的 不是防不住 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词能加码问题 太严重了 这个会严重 老乱经济秩序的 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 对不对 你人都不流通了 人都把人给误死了 人挪活 树挪死 人都不流动了 怎么样搞 这个经济双循环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国务院 这个命令 通知一下达以后 机票 酒店的这些股票 都大涨 它是会逐步逐步的 开始越来越 会越来越松的 你现在因为 现在说太紧 你搞的就是说 很多人上学上不了 上班都成问题 谈业务 做生意 都是成问题的 原本我们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就是说 从今年开始 这个奥米克隆之后 一些地方 过于 这个层层加码了 很严苛的 所以说要提高政治站位 科学精准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二 落实党中央的部署 积极 稳妥抓好防疫措施的 优化调整 对吧 这个里面有些具体的细则 就是说更加细化了 我就不在这个地方分享了 大家有需要自己去看 它也会有些细则 关于对这些阳性能源 应该怎么样 高风险能源应该怎么管控 低风险怎么管控 这个管控时间 它是要缩短的 对吧 我们也说了 国外到国内来 7加3 10天 完事了 你国内有的地方 风控超过10天 你说 你说合理吗 不合理的呀 对吧 你就是不想花这个时间 去 调出来这些人 谁是密接 你就不想花时间 对吧 这里这一则 就是讲的是特别多 三是强化风险防范 把应对风险 隐患的各样措施 落到实处 四 加强优化调整工作的组织保障 也是跟这一块都有关系的 它一共是差不多 是有个这个20条 这个20条具体的这个细则 非常长 很长 这些我就 不怎么看了 就不怎么给大家来分享了 因为 这个不是我们分享的重点 感谢自己去查 所以说呢 现在呢 我们从大的一个宏观层面来讲 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动态清零呢 是 是可以做到优化的 我就说过 在武汉 那个时候封城 全国那时候 不是全国都封掉了 那是那是最猛的时候 就全国都封掉了 全国都是封城 都封掉了 对吧 就是在过年那个那个期间 但之后 陆续的怎么 战解放了 等于说就武汉 封的时间是最长的 大概也是在四月份解封了 五月份差不多 全国都恢复了 之后 就没有感觉 就是说大家之后 那到今年上海封城之前 这一年半载的时间里面 将近两年时间里面 其实很多地方 你在国内 虽然说国外 大家都说出去 但是国内流通 没问题 随便流通 旅游也很火爆 对吧 这里跑那里跑 也就是说一些边境城市 零零散散会有一些 但是在这个国内 其他地方都是自由流通的 经济 还是稳中向前的 还是保持不错的 正常势头的 对吧 但今年从 今年三月份以来 这个 我说过防疫是越来越夸张了 之后就等于说你 一个省的疯掉了 一个哪里疯掉了 这里疯掉 那里疯掉了 对吧 你没流通 中华民族伟大怎么复兴啊 兜里没钱怎么复兴啊 复兴不了 所以说呢 党中央也意识到这一点 民怨也很大 民怨大 不是冲着习总的 动在金陵去的 而是 这些地方政府 他妈酒囊犯贷太多了 所以说为啥中央定义 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没办法 这些酒囊犯贷 还是要用他们干活 但说句实在话 现在我觉得 公务员体系也应该更改一下 对吧 你经济搞不上去 他妈的防控防控搞不好 搞了一坨屎的 这种就不能说公务员系统 这个人他屁股扒拉在上面 就扒拉不下来了 对吧 就要用这种聘用制的嘛 对不对 都在全国都给他取消这种 什么编制不编制的 对吧 你一干不好 你就就就滚蛋 换别人干 换换这个 用者下 能者上 对不对 别一个毛坑站在这里 像我们这个村委会 对吧 那几个干部 啥能力都没有 天天就是耍嘴皮子的 只有耍嘴皮子的能力 那你说 他因为在编制里面 他就可以一直霸占那个位置 对吧 他就包到他老死 他生了也生不上去 但是他就是有这一点小关系 就可以包到他老死 但是他干了些什么活 对不对 他干了些什么活 什么活都没干 那你让他做了干嘛 还不知道他就赶紧滚了 就回家去 去参与社会 就像我们当兵 当时退伍回来一样的 这名声部门跟你讲 现在是市场经济 自力更生 也要让他们讲 市场经济自力更生 对不对 你这种管控生活 我也会干 大伙都会干 大白帽 一穿 一趟 对吧 直接 坑 门一锁 田链子一锁 我也会当官 那当官太简单了 对不对 田链子一锁 谁要是跳 牛逼 扎你进去 打你一顿 我也会 大伙都会 但这样的话 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吗 对吧 你会让 地方政府跟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加深 本身这个政策是个非常好的政策 非常尊重 生命的 我们都是很支持的 一开始我就说 你看 我们 对吧 基本上是打赢了这场斗争 但是之后 对吧 要再接再厉 所以说这一个 我觉得党中央及时呢 这就叫做全过程民主 叫人民民主专政 老百姓 有怨恨的事情 有怨言的事情 关注的事情 党中央亲自紧急开会 这场会它不是例行会 它是紧急加开的 马上要去调整了 你西方 你民主 我妈去投票 投票他妈的点票机坏了 电脑他妈的做票了 然后呢 你老百姓的问题 一个都没解决 全都是他妈 解决那些金主的问题去了 这就叫做 中国的制度优势 对吧 但是我们如果说 有些问题 有问题不可怕 对吧 当时这个中共 也一直都有讲的 警方低级红 高级黑 要对一个国家 真正的爱国是什么 有问题 及时指出来 对吧 然后政府去整改 这个就是一个好政府 这就是一个好政府 我相信接下来的防控 会越来越放 越来越放松 但是我们国家 因为太大政策 调整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它会越来越放松 只要命令下达到下去 对吧 接下来去看到的这个问题 去整改 就不会有问题 我们因为之前 我们一直以来 是有过优化的 这种时间段 我说过 从2020年的5月份 至2022年的3月份之前 这段时间 我们恢复到 这个过程就OK了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个习近平 确定参加APAC峰会 并对泰国进行国事访问 所以大家去看 二十大以后 越南来中国 轨道连接 对吧 你来中国 你来访问 这个没有 就是说这个意义很大 但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访问以后 事情能落实吗 你看中共做事情就很快 轨道跟越南对接上了 对吧 越南跟我们对接上了 李克强参加东亚尔峰会 在柬埔寨 对柬埔寨进行访问 签署了十项文件 对吧 也给了他钱去发展 等于说他更加的 我们这个小弟 他也主动要当我们的卫星国 缅甸不用讲 对吧 二十大之后 马上派军方过来 买中国的战机过去 到中国来培训 他的领空对中国又是开放的 大家要知道 我们打导弹 不完全都是往东海打 我们有些导弹是从那个内蒙古那里 往这个缅甸这个地方打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一条东西分界线嘛 藤中到黑龙江的 墨河 对吧 墨河至腾通分界线 就从这个地方打导弹 到缅甸那个外海去 我们也是这样做实验的 那么也就是说缅甸 那老沃不用讲 中老铁路开通 对吧 老沃 缅甸 柬埔寨 越南 泰国 中南半岛 最主要几个国家 对吧 全部整合在我们的 团结在中国大哥哥的周围 对吧 习哥到了泰国去 他们都要叫习哥 习哥在东南亚 现在很有威望的 你看每一个访问过来的领导人 对习哥都是束大拇指 谢谢你习大哥 对吧 习总代表中国 那习总是他们大哥 那我们也是他们的大哥 现在你看欧盟又出台一些 法律法规政策 说来打击 就是要查 这个外国公司在他们这边收购的 资金来源 还要这个要打击什么政府补贴 又是在限制中国对欧洲的投资 那跟你欧盟就没啥玩了 反正中国东盟是世界第一大贸易 世界第一大贸易 就是在这里 那我就是重点发展RCEP 中国内循环和亚洲的一个大循环 和这个体系 金专国家这个体系当中的一个大循环 OK了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跟你欧洲 你们高 你们是高党人 你们党次高 他妈的 我们 你他妈不跟我们 我们也不跟你玩吗 你们是高党人吗 上等人 咱们是下等人 行了吧 啊 虽然说你们他妈的 啊 要睡他妈新疆的第二弹 啊 但是啊 我还是会 啊 很仰 很仰视你们的 你们必须是高 高端的嘛 澳大利亚总理呼吁中国解除对澳经济制裁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 为恢复两国关系 中国应取消对澳大利亚商品的经济制裁 而巴尼亚周五 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指出 中国政府对澳在 对澳大利亚采取的所有经济制裁手段 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有损中国的利益 放一个驴儿屁 你他妈那些东西不是不可替代的 好吧 中国政府当前取消经济制裁 这些经济带来的损失总金额达200亿澳元 他们不符合两国有合作的葡萄酒酿酒业 畜牧业等行业的利益 但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他指出澳大利亚和中国是时候 让两国关系正常化了 澳大利亚从里强调 虽然致力于与中国发展稳定关系 澳大利亚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权 我们始终将捍卫人权 我们将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妥协 我们的伙伴国应当中终于这一点 他也表示 中央关系目前在战略竞争中发展 他也要说要跟中国做生意 中国从来没说要 如果中国有损失 也许中国是有一些损失 好吧 但中国从来没有去求过澳大利亚 都是你澳大利亚求我们解除关系 那就是你损失大 但是说你那些东西又不是不可替代 葡萄酒我也可以买智利的喝 我也可以买其他国家的喝 不是只有你澳大利亚的 你澳大利亚葡萄酒也就那个卵样 我是不要喝的 那什么口味难喝的要死 对吧 我觉得智利的挺好喝的 你说你那些牛肉 阿根廷也可以有牛肉过来 对吧 你不是找了印度吗 找了阿三吗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 他也是RCEP的国家 大家就是在这个里面来循环 对吧 跟欧洲去年挖的弹 你们是高党 你们自己去玩 所以你看习近平 二十大以后 中南半岛 最重要 东盟RCEP 重要 感谢各位收视频 我是老编 小姐的电视过去 谢谢